Chinese Mandarin Language is not harder than you think. Hanbang Class has more Chinese coursework and efficient materials to help you get it easier. We will also update every week. Let's subscribe and learn more here. Enjoy with us, Hanbang Class。 HSK 标准教程是一套专门针对HSK 考试编写的考教结合教程。 从内容到形式与考试全面接轨。 本书是第二级练习册。 配套录音、路由每课的听力练习和语音练习 及模拟试卷的听力部分。 北京语言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录制、出版、发行。 HSK Standard Course is a series of course books on HSK, which combines testing with teaching and matches the test in all aspects. from the content to the form. This is the CD for workbook 2, includ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listening and pronunciation exercises in each lesson, as well as the listening part of the model test, recorded,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y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Electronic and Audio-Visual Press. HSK 标准教程 2. 练习测 HSK Standard Course 2. Workbook 第十一课 第十一课 他比我大三岁 Lesson 11. He is three years older than me. 一 听力 One Listening 第一部分 Part 1 第一到五题 听句子 判断对错 Questions 1 Questions 1 to 5 Decide whether the pictures are right or wrong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我们家有三个人 我们家有三个人 There are three people in my family.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 I go to work by bus every day. 一 昨天我和朋友们一起去唱歌了。 昨天我和朋友们一起去唱歌了。 二 右边看报纸的那个女孩子是我姐姐。 右边看报纸的那个女孩子是我姐姐。 三 她是新来的汉语老师。 她是新来的汉语老师。 四 北京十摄氏度。 我们那儿的天气比北京的冷。 北京十摄氏度。 我们那儿的天气比北京的冷。 五 她生病了。 明天可能不去上课了。 她生病了。 明天可能不去上课了。 我们那儿的天气比北京的冷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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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不是吾氏的冷写的冷写。 例如 你喜欢什么运动。 我最喜欢踢足球 6. 昨天和你一起唱歌的人是谁? 是我女朋友 6. 昨天和你一起唱歌的人是谁? 是我女朋友 7. 右边看报纸的那个是你哥哥吗? 对,他是我哥哥 7. 右边看报纸的那个是你哥哥吗? 8. 他是我哥哥 8. 他是你们新来的老师吗? 8. 他不是新来的老师,他去年就来了 8. 他是你们新来的老师吗? 9. 他不是新来的老师,他去年就来了 9. 今天的苹果比昨天的便宜一些,你来点儿吗? 9. 我再看看吧 9. 今天的苹果比昨天的便宜一些,你来点儿吗? 9. 我再看看吧 10. 前边说话的那几个人是谁? 9. 前边说话的那几个人是谁? 9. 不认识,可能是新来的学生吧 10. 前边说话的那几个人是谁? 10. 前边说话的那几个人是谁? 10. 前边说话的那几个人是谁? 但是,可能是新来的学生吧。 第三部分 第十一到十五题 听对话,选择正确答案 例如 小王,这里有几个杯子,哪个是你的? 小王, here are some cups, which of these cups is yours? 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 What color is Xiao Wang's cup? 十一 昨天和你一起唱歌的人是谁? 是一个朋友,我同学介绍的,昨天第一次见。 昨天和女的一起唱歌的人是谁? 十一 昨天和你一起唱歌的人是谁? 十二 你哥哥多大? 他二十五岁,比我大三岁。 女的多大了? 十二 你哥哥多大? 他二十五岁,比我大三岁。 女的多大了? 十三 西瓜三块钱一斤,苹果一块五一斤。 苹果比西瓜便宜多了,我还是买苹果吧。 男的为什么买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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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你的生日是四月二十八号? 是,你的生日是哪天? 我也是那天的生日。 我是八七年的。 你呢? 。 那我比你大一岁。 那我比你大一岁。 他们两个人谁大? 十四 那我比你大。 你虽然是四 Larry 이면 ti s 十五 你的眼睛怎么红了? 是吗?可能是没休息好。 那今天晚上早点睡觉吧。 好的,谢谢。 女的怎么了? 十五 你的眼睛怎么红了? 是吗?可能是没休息好。 那今天晚上早点睡觉吧。 好的,谢谢。 女的怎么了? 3. 语音 3. Pronunciation 第一部分 第一题 听录音 注意 聚重音和聚末的声降调 Question 1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each sentence and the intonation at the end of each sentence. 一 明天 明天 你去不去游泳? 二 你想不想和朋友们一起去喝茶? 三 你知道不知道 你知道不知道 这个汉字怎么写? 四 你有没有一百块钱?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PART 2 第二题 听录音并跟读下列句子 注意 聚重音和聚末的声降调 Question 2 Question 2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repeat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each sentence and the intonation at the end of each sentence. 一 你认识不认识 那个穿红衣服的人 二 你每天早上喝不喝牛奶? 三 前边说话的那个人 是不是你的汉语老师? 四 你看不看这本新买来的书? 你都不认识 你真正是赚穿红衣服的人 赚穿红衣服的人 你会得到海绿 你真的不认识